感受科技与娱乐唯一体的轻松悠闲 体验多伦多唯一的窗面感应游戏技术 带给你的各种新鲜KTV游戏 全新的数码娱乐理念引领潮流悠闲方式 E&T Karaoke提供你最时尚的私人欢唱空间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层 二华647-996-5211 飞上之头的陈山聪自从和赌王千金拍拖之后 就无心再戀战娱乐圈了 但因为她和TVB依然是有约的 所以她就接拍了新戏《天梯》 但自从复工开始她就迟到早退 兼且要求减她的气氛 这边相另一个女主角张可怡 就在微博上大发脾气地说 有人天资不足 又自大又自满又非常冷散 不知道她是否在说陈山聪呢 正在说拍新剧《天梯》 微播出已经新闻多多了 这一套剧就是陈山聪的复出之作 因为是天歌音点她拍的 所以自然成为了传媒的关注点 但是女主角之一的陈欣媚和张可怡 就因为气氛的问题全不和 真是一波微平一波游戏 而贯穿整套剧的女主角张可怡 气氛由头大到落尾 每天由早拍到夜 外景接厂景 之前还捱病塌厂 上个星期五张可怡突然发火 在微博大闹 可怜有人天之不足 有自满自大 终日工作散漫 不思进取 延迟生辣 不足两个钟之后再次发火 她说到可不可以成功 要看自己的做法 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 又明然生气得要爆 火药味就很浓 矛头直指陈山聪 幕后工作人员就爆料说 陈山聪试过几次就突然之间不出现 搞到旗就乱了 如果拍到早戏 她一定又会迟到 但这套剧是因为天歌阴点她 连洛小姐都会给面探她一般 所以大家都不敢出声 不过说到陈山聪 她都算是挺会做的 整日万岁 不过张可怡似乎不太受她这一套 两个人结怨 有一次张可怡和陈山聪拍对手戏 她不停NG 张可怡就串爆地问她 你只懂得万岁 不懂得演戏 背熟些剧本尾 11月16日下午5点左右 陈山聪就从三太的大宅度出来 去到太古广场的IT裸衣 记者上前就问她 张可怡微博炮轟一事 她就说趕时间 所以急急走人 但当晚天梯的通告 本来安排她是9点半要回厂化妆 但10点半的时候都未见到她出现 陈山聪几次迟到不出现 难怪张可怡就生气到要爆灯 其实陈山聪都不是第一次在微博被骂 之前她的契家姐五明媚 就已经在微博和她断住了关系 所以今次张可怡所说的人 都有可能是她 其实拍戏不记台词 由迟到由早退 真是很不适 今天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张可怡在微博中 骂的人是不是陈山聪呢? 你可以登入我们的网站 继续讨论区 然后将你的意见发表上来 好了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拜拜